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股投资网 我是林云 3月份以来美债利率一直处于低位震荡 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当前的利率是否被低估了呢 今天我们的视频将分析 利率出现拐点的三大逻辑 和8月份就业数据 大概率会改变美联储宣布Taper的节奏 好 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的视频 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制定了规则 大家就得遵守 数十年来 美国凭借着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 让美元稳坐霸主之位 英镑 欧元 日元都曾想挑战美元 但是最终无奈败北 美元的傲视群雄 也让美债成为最受投资者欢迎的香波波 但是这只是过去 在美联储的大肆印钞下 如今美债价值大幅缩水 有债券之王之称的投资人比尔格罗斯 发表惊人言论 他表示债券是个垃圾 现在购买美国政府证券 是一个肯定赔钱的压筑 博士的判断是主要基于美债的供需情况 他认为之前美联储通货印钞 买了大概60%的美债 但现在美联储已经释放了缩表的信号 之后很有可能会减少购债的规模 与此同时 美国财政部本财年的预算赤字 已经达到了2.54万亿美元 为了筹资必定还会继续发展 这意味着未来美债供应的将保持高位 美债供应过多 美联储都不想买 如果美国财政部不支付更高的利率 还能吸引多少投资者 还能继续负担多少财政支出计划 事实上格罗斯一直都不看好美债 今年3月在美债收益率狂飙之际 它以1.25%左右的价格做空美债 随后美债利率是一路跌跌不休 3月份以来美债利率一直处于低位震荡 美债利率较3月份高点有50个BP的距离 在经历了大半年的经济复苏后 美债利率仍处于目前的低位 恐怕难以完全由利率回调来解释 那么美债利率为什么会一直处于历史低位呢 我们从历史上看 同金价格比与10年期美债利率走势 是有高度的相关关系的 其背后的逻辑是 由于同价与经济走势高度正相关 当同价相对于金价超涨时 市场趋于risk all 在此格局下美债利率趋于上行 然而6月份开始 美债利率与同金价格比走势出现背离 细心的小伙伴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大对头 其实并不然 我们认为今年年底前 将有三大逻辑支撑美债利率上行 利率拐点一触即发 利率拐点出现的三大逻辑 逻辑之一是疫情影响有限 自3月末开始 由于疫情的反复和供应链恢复不及预期 引起了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担忧 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 又一次转向开始回落 债券价格持续反弹 8月份以来 美债利率的持续下行 很大一部分原因 源于德尔塔疫情在美国的蔓延 市场对经济下行的担忧 是支撑债市多头的主要原因 然而从目前数据来看 德尔塔疫情对美国的影响相对有限 根据美国Google出行指数显示 7月底以来 除了公务员出游受疫情影响 出现了较显著的下行外 其他经济活动受德尔塔影响并不显著 具体来看美国本轮德尔塔疫情主要集中在 阿拉巴马 路易斯安纳 密西西比 佐治亚 俄克拉荷马 德克萨斯 堪萨斯 和佛罗里达等8个东南部州 这8个州人口仅占全美人口的25% 但却贡献了本轮疫情中近50%的确诊病例 一方面这些州的疫苗接种率普遍较低 居民受感染率较高 另一方面东南部湿热的环境 可能致使很多人集中在室内 从而增加人群的感染风险 然而目前疫情拐点已现 一般而言核酸检测阳性率是确诊人数的先行指标 而全美检测阳性率的拐点已现 东南部8个州的阳性率更是较前期峰值 有显著下降 因此在未来两周内 疫情的拐点即将出现 对经济的扰动因素也将逐渐消退 逻辑二债务上限暂不构成威胁 近几个月来美债利率持续下行 与当下美国货币市场流动性泛滥有关 叠加债务上限重启后 美国短期国债供给变少 对市场上流动性的吸收能力减弱 6月份议席会议上 美联储为了缓解联邦基金利率的下行压力 曾上调隔夜数回购利率和超额准备金利率 购物BP 然而8月中期以来 联邦基金利率和第三方一般抵押利率 利率再次出现松动 与此同时 美国隔夜速回购操作量继续增加 美国市场流动性过剩问题 依然得不到有效解决 在此格局下 长端利率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从而产生下行压力 除了流动性因素之外 债务上限问题 还带来了债务违约风险 8月份 美国新一财年的财政预算 在参议院最终投票通过 然而目前来看 民主党并未提高债务上限 纳入仅预算方案当中 这意味着债务上限的提升 需要通过两党合作 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就目前共和党持反应态度来看 债务上限问题的不确定性因素再度增加 因此相对于短端债 市场更加青睐长端债 这也对10年期美债利率的持续下行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债务上限问题 最终大概率会被解决 历史上来看 债务上限问题 每一次都能在最后的时刻化险为夷 因为美国的技术违约 将会对美元的霸权地位产生撼动 而这绝不是两党希望所看到的 因此本轮债务上限的问题 在财政部预测的10月份的最后违约日前 能够得到解决 一旦债务上限问题解决 意味着财政部将恢复债务发行 美国财政部一般账户将重新向银行体系吸水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 如果债务上限能够在9月底前得到解决 那么TGA将在9月底回到7500亿美元水平 在12月底回到8000亿美元水平 相较于目前3000亿美元水平要较大上行空间 能够有效缓解目前的流动性泛滥问题 对美债率的上行产生相应支撑 逻辑三TAPER进入倒计时 鲍威尔在杰克逊呼尔会议上首次表态 年内美联储将开取TAPER 结合近期多位美联储官员一改以往的态度 由哥转印来看 显然美联储已经正式进入TAPER的倒计时 这张筒是近期众多美联储官员发表的鹰派言论 由于利率水平是债券定价的主要考虑因素 一般来说如果美国货币政策收紧 意味着利率预期上升 债券价格会下降 债券的收益率是会上升的 而现在看美联储的表态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偏鹰派的 比如在近期FOMC和全球央行年会里 鲍威尔都有释放信号说 如果经济按预期全面改善 年内开始削减资产购买是适宜的 那么TAPER的到来也是相对可期的 据使鲍威尔还有安抚市场说 TAPER不是加息的直接信号 加息有不同的更严格的条件 但实际上TAPER就是加息的直接信号 一般来说TAPER的结束加息就会来临 当美联储放出收紧购债的确切信号后 美债价格的趋势是会下降的 不过因为现在国际上投资标的相对较少 股市泡沫的增长 商品价格的增长又比较快 美债在近期内仍然是个比较好的 避险投资的资产 短期内被疯狂减持的可能性是偏小的 在杰克逊沃尔会议上 鲍威尔宣布在正式开启TAPER前 还需要看到就业市场的进一步改善 目前来看8月份就业恢复不及预期 主要还是受到了疫情困扰的扰动 导致服务业新增就业人数大幅降低 其中4到6月份 为服务业就业恢复贡献最大的休闲 和酒店业新增就业人数意外录得零 然而正如之前所提到的 伴随疫情拐点将至 叠加9月份失业补助的停止发放 本来就业市场继续改善的逻辑并不会改变 因此8月份的就业数据 大概率会改变美联储宣布TAPER的节奏 并不会改变年内开取TAPER的共识 这一点从周五美债利率的走势上 也得到了一定的印证 在新增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 美债利率不下反上 其中实际利率和通胀预期 各贡献了两个BP 这和3月份以来就业数据变差 常债利率下行的逻辑背道而驰 本次就业数据对债市的影响 展现出一定的顿化 展望未来TAPER的开启 对目前处于历史低位的实际利率 会有一定的支撑 量化视角看利率是否被低估 为了从更定量的角度看 当前美债利率水平是否被低估 我们用五因子模型并进行优化 来拟合历史上的美债利率走势 以判断当下美债利率水平是否合理 我们对模型进行建立 传统的美债利率的分析模式 可以从实际利率和通胀预期入手 其中实际利率表示经济运行环境 而通胀预期和通胀高度相关 因此模型中纳入了PCE同比增速 和GDP同比增长作为模型因子 除此之外 为了纳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占GDP规模 目标联邦基金利率 以及三年期和一年期美债利差 都被纳入模型作为因子 针对所有数据 我们均采用月平数据 由于GDP数据每季度公布一次 我们对季度中间月份GDP 采用简单线性差值后 再计算同比数 最后我们对十年期美债利率 用五因子进行线性回归 数据预测上 为了拟合过去模型的表现 我们采用滚动回归模式 训练级的窗口长度为8年 模型训练完毕后 用来预测未来三个月后的美债利率走势 然后训练级窗口向后移动三个月 对模型进行跌代 在对之后的三个月美债利率进行预测 如此往复 其次当下美债利率处于低估区 在对每三个月的数据进行预测后 我们能够得出一条历史预测 10年期美债利率曲线 与历史真实的10年期美债利率进行比较 我们发现其中 第一虽然模型不能对真实的美债利率 做出非常准确的预测 但是模型对利率拐点预测是比较准确的 其次根据截至6月份的因子数据预测 5月份起模型预测利率与真实的美债利率 走势出现背离 符合美债利率处于低估区的逻辑 最后为了对年内美债利率的走势 进行大概的判断 我们需要对经济数据通胀数据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情况 联邦基金目标利率 以及三年和一年美债利率做出预测 其中今年四季度的GDP增长和PCE同比增速 我们可以参照6月份 美联储公布的ICP报告数据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方面 由于实际展开Taper的时间 可能会至年底 我们对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 进行线性外推 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方面 目前年内大概率不会进行加息操作 因此此项不改变 针对三年和一年期的美债利差 我们参考2013年缩减时期利差走势的趋势 也进行了线性外推 根据模型预测结果来看 我们认为从量化角度出发 美债利率目前依旧处于低估区 年内有进步上行的空间 自从现代资产配置理论诞生以来 同时在组合中 配置股票和债券的理念 越来越为市场所认可 经典的60%比40%的股债配比组合 更是在被动投资中被誉为盛点 在组合中同时配置股票和债券 通常能够使组合在获取客观的收益同时 降低组合静止的波动 我们要明白股票的风险 特性与债券的风险特性是大相径庭的 数年来发达国家利率不断下行 目前10年美债利率已经处于历史低位 持有美债获取资本利率的空间相对有限 未来想要获取更高的收益率 将需要在股票部分配置更高比例 而想减小波动 则需要继续持有相当比例的债券 在美债利率不断下行的格局下 目前利率水平相对较高的新兴国家债券 可能是一个合适的替代品 以中国为例 中债总财富指数 与美国各行业指数协方差相当小 意味着对于以美元计价的投资组合而言 增配中国债券也可以使得整体组合的波动性降低 而针对其他新兴国家债券而言 虽然利率中枢水平相较发达国家更高 但是由于其经济结构不像中国经济那么完备 汇率经常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因此对于以美元计价的组合而言 纳入其他新兴国家债券将引入一定的汇率风险 从长周期来看 中国债券对于以美元计较的投资组合而言 或许将更具配置价值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订阅点赞关注加转发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期视频了